各位聽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聽由黃嘉廉社區醫療中心 為你預備的健康資訊時間 今天我們想提醒患高血壓的朋友 要將血壓控制好 高血壓是現代都市人普遍的慢性疾病 血壓是血液經過血管的時候 所產生的壓力 每天血壓會上下波動 但是如果你的血壓大部分時間都偏高 你就患有高血壓了 對於40歲或者以上的人士 患有高血壓是普遍的現象 尤其是60歲以上的長者 高血壓是一種長期的病症 不能夠根治 但是可以控制 有些人能夠通過運動和飲食 來控制症狀 但多數的人都需要服用藥物 來控制他們的血壓 如果你的血壓慢慢升高 通常是不會有症狀的 但是如果血壓突然升高 或者一直維持在高水平 就會引起頭痛 頭暈 疲倦 和心跳加速 我們應該認識血壓的數值 測量血壓是用兩個數字來表示的 上面的數字是代表心臟 將血液輸到血管的時候的壓力 稱為收縮壓 下面的數字是代表心臟 休息的時候 兩次心跳期間的壓力 稱為輸張壓 正常的血壓 收縮壓 應該是低於120 而輸張壓 就應該低於80 而高血壓前期 收縮壓 就在120 至到139之間 而輸張壓 就會在80 至到89之間 如果你的收縮壓達到140 或者更高 而你的輸張壓達到90 或者更高 就是屬於高血壓了 高血壓能夠破壞 和阻塞血管 長齒下去 可能會導致中風 突發性的心臟病 心臟衰竭 神衰竭 和眼部疾病 所以 我們要控制好血壓 也要定期若見醫生做檢查 要服用醫生處方給你的藥物 可以有助醫生知道 這種藥物 是不是對你有幫助 告訴你的醫生聽 關於藥物的任何副作用 你的醫生 會因應你的需要 而更換你的藥物 千萬不要忘記吃藥 或者自行停止服藥 又或者調整藥物的劑量 你的血壓可能會突然急升 或者下降 這樣對你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你正在服用 或者打算服用草藥 或者另類的藥物 你就要告訴你的醫生聽 有一些藥物 和高血壓的藥物 和高血壓的藥物混合 使用 是不安全的 要學會怎樣在家中 自己量血壓 並且記錄下來 給醫生看 健康的生活習慣 亦都能夠預防 和控制高血壓 所以我們應該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 以及保持活躍 來維持理想的體重 減少鹽分的攝取 嘗試用天然的調味料 例如大蒜、洋蔥、薑、檸檬 和香料等等 亦都應該 不要食煙和限制飲酒的份量 王家廉社區醫療中心 為社區提供全面優質的 基本醫療服務 不僅設有內科、疑科、苦產科 和牙科 同時還提供社工 申請醫療保險 賦餘營 和健康教育等等 其他綜合的服務 除了在華埠鑊加街 和堅尼路的診所之外 在法拉城也有我們的診所 王家廉社區醫療中心的服務 方便周到 每個星期7天開診 亦都提供當日的急症餘藥 還設有24小時緊急電話服務 即使醫生下班後 亦都能通過電話 為你提供醫療諮詢 我們中心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對於沒有保險的病人 會按照收入的多少 提供優惠的收費 我們的工作人員 懂得說廣東話 國語 上海話 福州話 台山話 韓語 西班牙語 和英語 而我們的醫生 每一位都獲得 專科特考文憑 和持有紐約州的專業執照 我們亦都很慶幸 獲得多個 醫療教育計劃的獎項 所以 我們有信心可以提供 令你最滿意的優質服務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們醫療中心的訊息 你亦都可以打電話到我們的健康教育部 向健康教育員查詢 電話號碼是 1 212 966 0461 1 212 966 0461 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著想 不要再猶豫了 立即行動 了解更多健康資訊 定期做身體檢查 在有需要的時候 主動接觸社區的醫療服務 才是現代最明智的健康之道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O TORONO momenc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